大家好 我是Emily 我非常热爱分享 我也很爱学习 下面有两个小标题 其实它后面是有点小故事 不过碍于时间的关系 若是想知道 我们都会在私下做分享 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上柜公司 这家公司在我进去的时候 它是一个小小的工区 有一个小小的工厂 那个时候大概平均工作的时间 都是十二个小时左右 我们就将一群人在里面打听 就把公司做到了上柜 我的工作的关系 所以那时候几乎不是在国外出差 就是在国内加班 所以回到家的时间 十一二点其实是还蛮正常的 就这样子的生活 大概过了快七年的时间 可是我就觉得自己是一直在output 就有点被掏空的感觉 就觉得说 我应该要再去进修 再学习 那时候就想说 那我来念个EMBA好了 就收拾了一些EMBA的资料 他就看到EMBA 我打开我的存折 天啊 我竟然上不起EMBA 因为我存折的钱根本不够 那时候在国内我根本没有什么时间去做消费 所以其实去国外 你看到很多很美的东西 你会撕心疯 我这个手就很花 那那个时候也的确就是觉得说 我自己工作那么辛苦 我一定要好好好赏自己 然后给自己蛮多的理由 其实也算是输押的一种 就是这样子过去 我另外一个很犹豫的原因也是 然后就加入了学习会 在学习会里面 我认识了Steve 叔叔平 他是现在为你而读的创办人之一 然后他目前服务于微软 然后是业务的资深经理 还有一天他就跟我讲说 欸EMBA 有一个读书会 一个下午三本书 你要不要一起去看一下 我想说 哇 真的很酷耶 我一年我大概都看不到一本书 一个下午有三本书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Steve一起去了 在那一场我就听到一个很可爱的故事 为什么有那个读书会 是因为几个大男生 他们为了要帮朋友去追女孩子 可是又要很文青又要耍酷 所以他们就一个下午有三本书 但是在那个同时 我也发现了一件事情 就是来参加的很多 大概大概是二十几岁 就是才出社会的人 所以那场活动之后 我其实我是很感动的 我就去找了Terry 王志庆 他那个时候还在总统府 他是那个总统府的 就是总统学户 他是做幕僚 去年他已经辞职 他成立了先行支付 他也是为你而读的创办人之一 他讲说 Terry我可不可以来分享书 为什么会想要去做分享 因为工作的关系 其实我们跑了非常多的国外的展览 我们面对的都是不同国家的竞争者 每当飞机就出差回来 要降落到台湾机场的时候 其实那个心里都会觉得说 台湾真的是宝岛 就是很可爱的一个地方 可是每次回来 其实我心里是非常的纠结 然后也很焦 就是会很焦虑 因为就看了我们旁边周边的国家 他们一直在进步 可是台湾渐渐的你也看不到什么样子的国际新闻 好像很容易就人云亦云 那时候其实我是常常是站一个批判者的角 我很爱批判 就觉得台湾怎么这个样子 但是在我参加社团 我认识了很多不同产业的人 大家中间我学习到很多 后来我觉得自己有了改变 就是你与其抱怨那么多 那你就卷起受责来做 所以我就想说 或许自己可以透过阅读我来分享 把自己的所见所闻 去做一些小小的贡献 他有一点小小的力量 可以去做改变 因为人生真的很短 他也蛮无常的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命会结束 在青春的年华 其实有一天你也会跟他一样 就是走到这种阿神的境界 所以我觉得要公布自己的内涵 是非常的重要 加入为你而读 其实那时候我加入为你而读 其实为你而读还是一个很菜的那种小色团 但是慢慢慢慢的 我们的说书人伙伴越来越多 那我觉得在这里面的伙伴 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 我们里面有从小学国中到高中的老师 有从事金融业的地产业的 有心理资商师 甚至还有偷口秀的表演者 每个人他们都带着自己受感动的一本书 或者是自己心爱的一本书 在这边做分享 然后其实我们像海贼王一亮 是有着海盗精神 我们想做什么 只是想做一个改变 去翻转这个社会 然后我们都是一群素人 但是后面有很强大的一些计划 比如说我们想要去帮助一些偏乡的孩子 或者是一些弱势的人 他们有阅读障碍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计划当中 那个时候我第一本分享的书 大家有听过Toms吗 有 有 那Toms故事知道吗 知道 为什么会分享这本书 是因为我非常受感动 Toms这个老板在他做 就是创Toms之前 其实他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 那他工作他很累 他就想要到阿丁廷去做休假 那在他休假 他要回国的前一天 就有 他坐在咖啡厅 就有个女士就过去跟他讲募款 他募款了 他就问募款 他说因为阿丁廷有很多孩子 他没有鞋子穿 他就想说怎么可能 我在布宜诺斯艾丽丝这段时间 大家生活的都很好 他说在 在就是近郊的一个城市 他说不相信你就去看 他是一个很有型 弄理的人 就真的去了 就发现这是一件事 那因为在他度假这段时间 他就知道在阿丁廷有一种护鞋 其实他是非常好穿的 他就想说或许可以去做一件 因为你募款 你永远没有办法自己自足 但是或许他可以做这个鞋子的生意 就是买一双他还赠助孩子 就是这样子开始 其实他刚开始他非常也是很艰辛 但是因为他这样子的商业模式 他这样子一行一举 就被一个记者就报导了 那报导之后 就在好莱坞就宣起了一阵旋风 因为他觉得说 我买鞋子好穿漂亮 而且我又可以做赛事 这是为什么创始他有名的来源 那我们为你而读 在四月份会开始我们的活动 如果是大家想要开启 你脑力的发电的开关的话 就非常欢迎四月二十四号 我会为大家为你而读 这张照片很奇妙 其实他是我在 Towns这本书的slide最后一张 这是我在德国的一个橱窗拍到 为什么会拍到 因为那时候我听过阿峰的分享 阿峰有说 他在人生的其中一个贵人 是肯梦国际的创办人朱先生 他讲到连人这个观念 就是大家之前看到那个影片 就是讲到互助 这个就是Aveda 因为肯梦他是代理Aveda 那就是Aveda他们 就是他们用他们的营收 去资助一个我的孩子 就是做一些社会企业 所以我自己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阅读其实 他就像一部时空巾 他可以带你穿越时空 天天顿地 他可以丰富你自己 因为人生永远是要丰富自己 比取悦别人还更有力量 但是人生的价值 他真正是在回馈 因为我们是用自于社会 那当然是要在回馈社会 世界就是那么奇妙 转来转去 活又转合的焦点 我是为你而读的共同推动者之一 艾莫莉 谢谢您的礼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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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